严惩种族骑士,登巴巴发文球族协作处罚,张力用两个单词,惹怒所有人昨晚的中超比赛,出现了惊人的一幕,当申花和亚太队的比赛进行到第76分钟时,申花外援登巴巴和亚太的谈天成争高空球时,发生了身体接触,导致后者重重的摔在地上,随后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这时亚太27号球员张力追上来和登巴巴发生了口角,双方情绪都非常激动,还差点上升到肢体冲突,登巴巴甚至还掐着对方的脖子愤怒的说着什么,幸好其他球员及时现身劝架,才避免了暴力事件发生,但究竟是什么东西令登巴巴如此大怒,赛后申花方面就给出答案,据悉在谈天成和登巴巴发生身体冲撞后, 亚太的张力走过来和队友出头,在气愤之下他向登巴巴说了一句带有种族歧视的词语U Black,之后登巴巴开始气愤地冲枪张力准备照其理论,GIF但没想到当登巴巴拽住了张力一领事后者还是不依不饶地继续大声高喊U Black,张力喊得越高,登巴巴就越愤怒,为此,两人都吃到了一张黄牌, 同时,早已目火冲天的登巴巴在被队友来看后,对着镜头做出了这个歌喉首饰,所谓坏事全千里,今天凌晨包括巴西环球体育在内的多家外媒都在报道了此事, 而深花官方也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为自己球员发声,他们制作了一张海报,已经一份声明要求,足协言成此类行为,而最大的受害者登巴巴则转发了这条, 名为《山海山RFC》并非官方的推特这么写道,登巴巴遭受长春亚太球员张力的种族歧视攻击, 足协应该对此进行严肃的纪律处分,种族歧视其实在之前在中超很罕见,上一次发声已经要追溯到两年前, 当时主角同样是深花,他们的队长莫雷诺据悉在场上用了一个怒骂黑人的词语来讽刺泰达万元帝亚念, 但由于是场上一瞬间爆出的言语,泰达方面也找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证据与材料, 所以就算上诉到足协也不了了之,希望这次登巴巴事件,能够得到足协重视。